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剖析无极正道玄妙经 主著先佛为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将 圣士剖析为德为人 正我本真 为德为人 正我本真 群离生活在红尘里 总是不断地追寻 不论是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 付出许多时间与精力 还不过是变换了不同领域 或是改变了环境 纵然以为有所成就了 夜深寂静时繁华落幕后 才有真正的感触 即使快乐也是刹那间即逝 即使满足也只是当下而已 终究还是感觉一切的空虚 生存在红尘也只是空窍而已 当世人有如此念头时 其实已经能掌握世间假象的梗概 假象只是帮助世人 透视真我的方式 因而会认为 人得原本具足 就是一种良能 从内心感触发路的良知 为什么仍有许多世人翻滚 在欲望里不能自拔 更因此感到取高喝寡的孤单 但世人不可因此丧志 因为已经找回放失已久的自我 必然会如得不孤必有灵斑 找到契合的共善因缘 孤独感很容易在内心发酵 而且外在环境刺激更容易时 已经找到本真眉目的世人 再次堕落了 仁德确实是由本心而来 经过古圣先贤的经验与归纳传承至今 因此世人学习仁德时 很容易地将此心演化为僵化的德目 所以更容易产生虚假感受 但若世人坚毅此真我 实践于生活 即使虚假 尚离本心不远 何况人生大灾问 还有因果业力一环 业力是种不可抵抗的外来因素 其实也来自素氏原领我 因而仁德践行在生活里 其实就是一种基础 犹如盖移动稳固的房子 是最基本的条件 若只追求金玉其外的华丽 根本抵抗不了外来大风大雨的摧残 因此 见旅仁德 以免增加恶业 建筑人道未完善的目标 积极地削减业力的外扰 自然而然地攀爬至地道与天道了 一 本频道有课颂无极正道玄妙经 无极皇母唤醒天经之影片 望大家常念诵 落实到在生活 二 这两部经典都是无极正道愿必修课程 也是人间成道的宝典 望大家可以落实 三 老母娘赐下无极正道愿与五庙明正堂 此灵修愿正道者准与永托轮回 以回无极礼天 望大家把握替自己与家人祖先抄把与生前助吉 哟 正道者是可以永托轮回哟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轮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妻式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现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诗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世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院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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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